丛林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今天玩到黑暗时代的第二十二关 超人决定派上最强的植物 速刷掉后面几关 然后明天就直接打boss 对着前面这片雾 丢出仙人掌和蔡问 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反正就进入最后一波了 好像还没结束 直接给两克能量斗开启大招 再补上一个石南探索者 这一关连僵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就过关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率 继续来挑战第二十三关 哎哟,这一关是渐渐爆头的游戏啊 就算是小游戏 超人也要快速通关 咱就不瞄那么准了 看到僵尸就打 管它有没有爆头 一箭不行,我就再来一箭 一种弓箭再装填了 我就直接换另外一种弓箭 咱也不省着用 有箭就丢出去 管它有没有打中 有没有浪费掉 切换到分裂箭 直接群弓速刷 僵尸一出来就全部被消灭了 想要快速过关 就得有这种气势 好的,血量也回满了 继续切换分裂箭 僵尸出来多少 我就消灭多少 反正连击数再高 也只是影响获得的金币 我不需要连击那么多 分裂箭 群弓群弓 哎呀,只剩普通的箭了 怎么有这么多魔法式僵尸啊 这一波急火 伤害好高啊 还好有个小绿瓶可以吃 稳住了局面 黑暗巨人僵尸出现了 我只有普通的箭可以打他 他在不断的丢 森绿小鬼僵尸 这个普通的箭丢一会儿就要重新装填 好烦啊 还好接了三发分裂箭 直接丢出来 不会吧 血量又剩这么一点了 分裂箭也丢完了 黑暗巨人僵尸怎么还没倒 糟糕了 没有箭可以发射了 哎呀,好痛啊 不会吧 超人怎么感觉要输了 哎,有小绿瓶 赶紧接 还有分裂箭 赶紧发射 哈哈 血量又毁上来了 黑暗巨人僵尸也倒下了 下面还有小绿瓶 还有好多箭 赶紧接啊 赶紧接 哎 不是吧 输掉了呀 怎么会这样啊 不对不对 超人不信了 我怎么会输在这种小游戏关卡呢 刚才一定是超人大意了 你们要相信 超人认真起来 可是很强的 赶紧给我装填子弹啊 好危险啊 好的 赶紧给我来小绿瓶啊 好的 小绿瓶来了 赶紧接 僵尸不要挡我接小绿瓶啊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僵尸 不会吧 哎呀 这一关卡关了呀